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嘉賓 新風采創業頒獎典禮 今年已經達到第五屆 在過去五年裡工身移民的故事 他們每一個的得獎者 都是站在這個台上高 和大家一齊見證了他們的成功與失敗 笑容與淚水 我們今天在祝福的七個季節 新風采創業頒獎典禮 新風采 我歡迎全世界獎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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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烈非常歡迎 好特別的歡迎 大山先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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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a very special night where we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honour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in the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y who have created their own compelling success stories at BMO we're particularly happy to once again support this year's best of the best award recognising excellence and tenacity in the Chinese Canadian business community every year the winners of this award provide us with great examples of newcomers to Canada who have achieved success in their adopted country i hope everyone enjoys the awards celebrations and ceremony and i wish you all a wonderful even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突然间她在温哥华冒出来 实在让我非常的惊讶 好 接过这个奖杯之后呢 请您为我们的电视观众来讲几句话 这奖杯真的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想说 刚才有位先生说 他在中国的时候只上过两次电视 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上过无数次电视 而且也得过很多奖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当时在电影学院刚毕业 就演了非常大总统里面的宋庆龄 然后得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最高的奖赏百花奖 然后紧接着我又在中央电视台 宋氏三姐妹 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 这部电视剧中扮演宋美玲 然后又得到了很多电视奖项的提名 还有你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个演员张国立 曾经在《死水微蓝》里面 我和邓杰 张国立 还有很多明星在一起合作 然后张国立也扮演过我的丈夫 然后当时我来加拿大的时候 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然后做出了这个很不容易的决定 因为我在中国那个时候应该说 我想要的全有了 然后当我踏上加拿大这片土地的时候 我真的眼前是一片茫然 我知道我将把过去的所有的一切 成功 名誉 头上的光环 全部要扔在脑后 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的 踏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然后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只会说三个英文 三个英文的单词 一个是Bunana 一个是Apple 还有一个是Excuse me 因为当时大家告诉我说 这句话很重要 你如果到公共汽车站去问路的时候 见到一个人 你要说Excuse me 如果你去碰到了一个人 想说对不起的时候 你要说Excuse me 结果后来我来的时候 我到Downtown去办理一个手续 然后就在Downtown的公共汽车站 我看了那么多站牌 我当时都晕了 因为我哪个也不认识 后来就遇到了一个 像大山那么英俊的一个 加拿大小伙子 然后我一紧张 我把Excuse me 说成Case me Please kiss me 然后这样的笑话还有很多 所以当时那个人看着我说 Really 当然这都是 张兰丁时候的那些事情 然后 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 我觉得 我们也都是普通人 来了加拿大以后 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所以这个时候我当时下定决心 我觉得 不管我能不能成功 这都不重要 人的一生是为信仰而活 是为我们的梦想而活 所以为了我们的梦想 我也想把我的梦想 带给来自中国的千千万万 中国的青年人 所以我 创办了加拿大 梦之旅电影学院 而且我也希望 让西方主流社会 能更多的看到我们 正面的中国文化 把我们中国文化更多的 带到加拿大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现在我特别想说 我非常感谢加拿大 而且我爱加拿大 我非常感谢新世代传媒集团 新世代电视和新风采栏目 所有的编导人员 因为你们做了一件 对每一个新移民 最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还想 感谢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 因为为了工作 我每个星期六星期天 都不能再陪他们去玩 到在第一线 去陪伴 其他人的孩子 我同样感到很幸福 然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父亲 当时答应我 要和我一起来加拿大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永远继续在说的话 老老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 试金子在哪都会发光的 最后我想说 我要感谢我的祖国 I'm very appreciate for China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感谢 非常动人的一番话 谢谢我们美丽依旧 风采依旧的小敏姐姐 那么她也是在温哥华 可以说是放下昔日的光环 从头来过再创辉煌 所以每一位得掌者 她们的故事 是很值得我们去借 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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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